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逛肥菌才出來逛街 早上很熱 現在中數是下午3時半 肥菌落到下環街 這裏是河邊新街 我們逛小市街 進去下環街 到處八下 來到這個路口 有很多朋友坐在那裡休息 我們進去小市街 周圍看一看 這條街比較冷清 很多店鋪都關門 沿途人很少 可能響應政府 少點外出 這裏是小市街 我們逛下環街 下環街應該更旺 出門外出 下環街 有很多人 很多朋友都出來 買東西 很多東西都賣 可能由於澳門全民核酸檢查 上面有兩個點是開放做核酸 所以很多市民都出來 經這裏走上去 持有兩個點做核酸 搖擺鼻子 搖擺鼻子 形成了這區 就像很多人 這樣 那麼 你怎麼會下環街 就幾熱鬧一下 跟平時差不多 直播 破壞了 才會 Hoşçakala 我們下去 真的很 먹고 orm나루 由於下環街 曾用不斷路 封下環街 stops 都可以走出马路中心的 我们沿着这条路一路走上去 有很多店铺都关了门 始终是下环街都很多东西吃很多东西卖 床里人又多 我们在这边走一圈 因为上面是街市那边 我们转过来这边走一路走一路 进去就是 北德新街 福德新街 福德森街有很多店铺开门 由此走上去是持有学校 是做核酸的一个店 很多华人街宅行都通道上去 有个别店铺关门 大部份都开门 不用上学又不用上班 有很多习惯不出街 有些就像我们那样到处去 不过喝咖啡就没得喝了 落实了是没有糖食 只有外卖 政府已经公布了 还有很多行业都是关闭的 下午听到新闻 澳门蛋有厌核酸 北安那边就关闭了 从明天开始 搬到澳门蛋 澳门蛋就准备好了 方仓医院 随时可以营业 从这里走上去就是聖老龄座堂 封顺堂街 有些市民很紧张 因为澳门的疫情 越来越多人中招 目前为止 已经去到超过110人 我们出到街口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然后我们下午观点 看这个疫情 我们下午观点